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宋三平对三唐会审的事 在五营镇传了个遍 可给人的感觉是 雷声大于点小 宋三平照样无视 还在主持她的工作 经过了这件事 贾丽娜充分地认识到了 五营镇各种力量的暗中存在 她对下建的依赖性 就更加地强了 这天中午 因为是悲极 所以来百姓超市买东西的人 并不是很多 下建和贾丽娜搬了张椅子 坐在门外晒太阳 老远地看着宋三平 和她的女秘书张晓文走了过来 贾老板 晒太阳了 宋三平一看到贾丽娜 便打着哈哈问道 俗话说有理不打笑脸人 更何况人家是五营镇的镇长 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贾丽娜实在是得罪不起此人 于是她强打笑脸 应了一声 是啊 宋镇长有何吩咐 这小刘被你打伤了 医药费总该出一点吧 宋三平不由地提高了嗓门 隔壁几家商铺的老板 一听到宋三平的声音 便纷纷跑了出来 又把百姓超市门口围了个圈 这老百姓就喜欢看这样的热闹 当然这些人里面 少不了其有用心的人 医药费 什么医药费 我说过我要掏吗 贾丽娜一脸不解地站了起来 据听说 哪个小刘被送往滕县第一人民医院 医生简单地包扎了一下 就让她回了五营镇 应该是没花多少钱 宋三平脸色一正说道 念你的这百姓超市 为五营镇的乡亲们提供了便利 所以不追加你的刑事责任 可你打伤了小刘 出点医药费不过分吧 贾丽娜还想说 夏剑却拉了她一下说道 不过分 需要贾老板出多少 宋三平看了夏剑一眼 冷冷地说道 医药费加上车费 还有两个人的务工费 总共一千五百元 宋三平的声音刚落下 围观的人群中便滑声一片 看得出大家对这样一个处理结果 谁都不满意 贾丽娜气得就差跳起来了 夏剑拍了一下她的肩膀 小声说 你别急 这是我来处理这时候的贾丽娜 夏剑说什么 她都百顺百亿地听 好啊 一千五百元 我们能接受 只不过你得给我打个条子 并出示一下医院的结账单 夏剑一脸认真的说道 宋三平冷笑一声说 结账单提供不了 反正就是这么多的钱 你出也得出 不出也得出 否则你这超市先停上两天 宋三平又开始乱用权力 看来昨天的调查 对她阴刃的作用也没有 好 没有也行 那就请宋镇长 当着大家的面 写一张替小刘代收药费的收据 签上你的名字就可以了 这是总该不难吧 夏剑非常果断地说道 宋三平犹豫了一下说 收据我写 但这名我就不签了吧 呵呵 宋镇长 要钱要得这么容易 写张收据你却如此的难 还不签名 哪我想问你 你写这张收据的意义何在 难道你想私吞这笔钱 贾丽娜微微一笑说道 宋三平当着这么多的人 面子上有点挂不住了 她对身后的女秘书小文说道 拿纸和笔过来 等宋三平写好了收据 夏剑便让贾丽娜 给了她一千五百块钱 宋三平收这钱时 脸上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她好像在说 你们在牛皮 还是斗不过我这个阵长 损失的还是你 宋三平一走 看热闹的人便炸开了锅 有人当场骂道 堂堂一个阵长 一天不做正事 尽干一些鸡毛蒜皮的事 这是随便派的人就可以搞定 只听另一人说道 不懂了吧 她这是在向我们宣示她的权利 想证明给大家看 平头老百姓跟她斗眉门 即使赢了面子 也会输去面子 总算吃亏的还是老百姓 听着这些人的议论 夏剑心里有一种 说不出来的滋味 昨天 韩书记带着滕县的检察院院长和纪委书记 难道只是做了一下表面的工作 等众人散去 夏剑正想回房时 忽然有人站在他身后冷声说道 年轻人 好自为之吧 这五营镇 可不是你混的地方 夏剑一回头 见是赵十三 正冲着他笑 一看到这人 夏剑心里不知哪来的怒火 他压也没有压住 他冷冷地说道 谁能混得下去 还不一定呢 哈哈哈哈 是吗 小伙子 乃咱们 就张国老道骑毛驴 边走边看了 赵十三有点得意地大笑了起来 夏剑把心里的怒火强压了下去 他笑着说 你如果闲得蛋疼的话 就回家过节去吧 别在这儿烦人了 赵十三和夏剑 有着年龄上的差异 夏剑这只骂他 他自然脸上挂不住 他冷冷一笑说 你也太嚣张了吧 小心有一天没了牙齿 随便你 夏剑丢下这么一句话 便转身 进了百姓超市 赵十三看着夏剑 消失在门里的背影 脸上露出了可怕的笑容 春天不知不知觉地来了 等夏剑发现时 大地已披上了一层绿色 各种各样的野花 满山遍野地争相开放 这五营镇本来就在两山之间 这里的景色自然是美得如同仙境 百姓超市在夏剑和贾丽娜的努力经营下 已在五营镇站稳的脚跟 贾丽娜是一个非常感恩的人 她把夏剑完全解放了出来 每天不给安踏牌固定的工作 就是随着她的性子 想干就干 不干拉倒 夏剑也渐渐地觉得自己在超市里已是个多余 所以她一有空就跑到大街上闲逛 她最喜欢看的就是这些来赶集的村民和镇上一些商贩的讨价还价 在经过小百货商铺时 夏剑发现这里的大门紧闭 她不由得一愣 这赵十三该不会是关门了吧 看啥来 这小子昨晚在大街上被人抱走了一顿 连夜送县城医院了一百地摊的老人笑着对夏剑说道 夏剑一听 有点不太相信地问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 嗨 你光忙着挣钱了吧 这是今天早上五营镇就传遍了老人说着 冲夏剑摇了摇头 不过也是 她今天还没真没有走出过百姓超市一步 夏剑不由得一阵伤感 她现在过的可是什么日子 连一个小镇的动态 她都掌握不了 实在是有点可悲 她不由得想起 和王林联系过 已有一段时间了 她是该上趟县城了 吃晚饭时 夏剑把赵十三被打了时 告诉了贾丽娜 可这个女人没有过多的感情 她只是微微一笑说 这种人活该被打 你还是吃饭吧 这两天 我咋看你有点心事层层 哦 明天我要上趟县城 说不定会玩上两天 夏剑没有回答贾丽娜的问题 而是这样说道 贾丽娜呵呵一笑说 想懂队长了 那就去吧 记得多带着点钱 虽然我们生活在农村 但过得并不比他们差 你说是不是 是 那就我给点 我保证给你画完下剑 故意开着这样的玩笑 其实董萱萱小姨消遣 给她的一张卡里面就有两万块 她又把寄存在赵五一哪儿的两万元取了回来 全存到了这张卡里面 自己的卡被冻结 用别人的卡警察再厉害 也是管控不到的 贾丽娜站起来 拉开床头柜的抽屉 从里面抽出一叠钞票 往夏剑面前一放说 两千块 够你用几天的了 不过提前说明 这钱是我给你零花的 与工资无关 夏剑知道现在的贾丽娜赚了钱 所以她并不客气 一把把钱收了起来 搞了个怪脸笑道 谢谢老板 拿了我的钱 给帮我做点 你明天到了县城 把这些货再下些订单 让他们这几天送过来 贾丽娜说着 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清单 她好像早都知道 夏剑要去县城似的 两个人相互看得对方 忽然一阵开心的大笑 第二早上 春风送爽 夏剑带着欢愉的好心情 便踏上了开往滕县的大巴车 她一路上都在看着窗外 美丽的景色 她不由地又想起了西亭村 大巴车摇摇晃晃地 等到了腾县时 已快十点多了 夏剑一下车 便去为贾丽娜超市订货 等一切就绪时 肚子便开始叫了起来 她不用看表 就知道已经十二点多了 随便吃了点饭 夏剑赶忙找了间网吧 她要了一间VIP包房 有点迫不及待地打她的电脑 把自己的QQ灯了上去 这要是平时这个时候 王林的信息会立马发过来 可是今天就奇了怪了 王林的QQ头像一直是灰色的 夏剑等了又等 就是没有动静 无奈的夏剑便打开了网页 查看了一些国内的新闻 她借助打发的时间 一直到了五点半时 QQ忽然闪动了两下 王林发过来了一条信息 开了一下午的会 你是不是上线好长时间了 哦 什么会能开这么长的时间 夏剑直入主题 因为她的心里 隐隐感到了一些不安 王林过了好一会儿 才发过来了这么一句话 黄廷现任傅川市市委书记 她独揽大权 现对傅川市的开发 从根本上进行了一些改制 严重地影响了咱们创业集团的发展 更要命的是 她上任后 要坐实你的罪名 这消息可靠吗 夏剑慌忙发了一条信息问道 王林回道 这是内部消息 萧总告诉我的 所以你要在外面更加的小心 我建议你 尽快想办法去SC 让王霞给你一些钱 我有钱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 创业集团夏剑心情 十分沉重地回复道 王林停顿了一下回复道 你不用担心了 现在的创业集团 有人负责了 嗯 你什么意思 能能说得明白了一点 夏剑立马追问道 王林不知有什么难言之隐 过了好一会儿 她才回复道 萧小回来了 什么 萧小回来了 她没什么事吧 夏剑一看到这条信息 她颤抖着双手 敲了这么几个字过去 她实在是太激动了 这个女人 这个时常让她心痛的女人 终于出现了 王林回复道 萧小这次回来十分的强势 集团内好多大事 她都不经过萧总的同意 自己直接拍板决定 尤其是对有些项目的大力开发 她不进则退 现在我们在傅川市 几乎没有什么优势可言 都是人家冯天赋说了算 怎么会这样 我才离开傅川市几个月呀 夏剑慌忙回复信息问道 王林回道 萧小这次归来 办事十分的谨慎 只要政府出面干涉的事 她问都不问全线撤退 要不是你走之前 开发了哪些项目的话 现在的创业集团 可真就难了 夏剑坐在哪沉默了好一会儿 这不像她萧小的做事风格呀 这到底是怎么了 难道这里面又有其他隐情不可 王林剑夏剑半天了没有说话 便发了一条信息问道 你怎么了 没事 我就是在想 这不像她萧小的做事风格 不过人家才是创业集团 真正的老总 既然她这么做 你们就配合她 不过有些事情 你还是私底下要告诉老萧 毕竟她才是创业集团 真正的主人夏剑想了一会儿 便给王林回了这么一条信息 王林有点不服气的发信息说 现在的创业集团 我们都有份 你可别忘了 萧总是给了我们三个人股份的 无谓呀 毕竟这创业集团 她信萧夏剑 有点不高兴的 回复了这么一条信息 她就是想不通 萧小为什么这样缩头缩尾 傅川市的天下 她在时就打下了半边 如果在家把劲 什么逢天赋之流 就在傅川市 没有立脚之地 王林不知是在想什么 过了好长的时间 她才发信息过来 有一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定你说 我怕说了 你一时心里承受不起 夏剑一看到王林发过来的这句话 她不由坐直了身子 双手慌忙在键盘上敲道 不会是我老家里出什么事了吧 你说 我能承受得住 不是你老家里出事了 而是萧小这次回来时 她带了个男朋友 说好了要在五一结婚 这是好像萧总不同意王林的这条信息 让夏剑顿时如掉进了冰窟窿里 半天了她都没有再打一个子 为什么会这样 泪水在夏剑的眼眶里打着转 她这个坚强的农村汉子 可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人这样过 日思夜想 盼来的却是这样一个结果 哪些个浪漫的夜晚 她和萧小唯一在一起的情景 又浮现在了眼前 难道这些都是假的 都是萧小假装给她看的 夏剑顿时觉得自己好傻好傻 她简直就是一个大傻瓜 为了这样一个女人 把她自己农村养成的所有习惯都改了 使自己变得更接近于城里人 其实她就是想更进一步的接近萧小 可这一切 说变就变 她连一个原因都不知道 她还在傻傻地等着她 有时她甚至还憧憬过她们的美好未来 夏剑崩溃了 彻底崩溃了 她从心里真的是爱着这个女人的 时间过了好久 王林可能等得有点着急了 她发信息道 你没什么事吧 不过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 人家萧小对你的事可不大关心 说得直白一点 她的心里好像从来就没有过你 你在她的心里只不过是她家的一个打工者而已 你怎么知道 男人的尊严让夏剑十分不服气地问了王林一句 王林回道 我一看她这样对你 当然心里十分不爽 我找了个机会当面质问她 她的回答就是这样 她说她和你之间还没有发展到爱情这一步 也不可能发展到这一步 这就是她的回答 夏剑看到王林回复的这条信息 她的心痛得如刀在脚 她万万没有想到 王林竟然会这样说 为什么 为什么呀 夏剑自己再问自导 可她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答案 夏剑 人不可能被一个砍半岛就摔死 更何况还是这种事 你在我们大家眼里可是一个敢作敢当的铁骨硬汉 绝不能为了这件事而倒下 如果你不振作 我真的会为你 而伤心王林诱了一条信息过来 夏剑想了想便回道 你放心好了 我不会倒下去的 这是或许是我一厢情愿 剃头的挑子一头热夏剑强打精神 诙谐得开了这么一句玩笑 不过想想也是 或许还真是这么一回事 你多保重 时间不早了 我得回家了 记得差不多一个星期你就上一次网 我会把这边的情况告诉你的 还有就是西平村的网络已拉进去了 等赵红有了QQ 我会让他跟你联系 记得千万不要给任何人打电话 王林又叮嘱到 夏剑忙回复道 好的 你快走吧 当王林的QQ头像变成灰色时 夏剑这才关掉了电脑 失神落魄地走出了网吧 此时已到了晚上九点多 熙熙晚风吹在人身上 已没有了动意 反而是一种舒服的感觉 夏剑一个人静静地走着 他的心里空荡荡的 几乎成了一个木头人 不远处KTV的霓虹灯 在不停地闪烁着 一群群穿着十分时尚的男女青年 站在哪儿说笑着 夏剑不由地尝出了一口气 他心里暗暗在想 自己为什么要活得这么窝囊 他必须要振作 要和他们一样活得潇洒自如 夏剑顺手在街边拦了一辆车 他一上去开车师傅便问道 你去哪儿 藤县有没有比较上档次的酒吧 夏剑笑着问了这么一句 他知道自己的问话是有点问题 他只不过确实想找这么一个地方 司机师傅呵呵一笑说 外地来的吧 别看我们藤县地方小 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消费的地方不比大城市少 今天我就带你去一个地方 让你看看我们藤县上档次的酒吧 是什么样子的 司机师傅说完便开着车子跑了起来 三五分钟的时间 车子停在了一条不算宽广的巷子口 从这里进去一百米左转 你便看到我在这儿等你酒吧司机说着 朝里面指了指 我在这儿等你真是巧合 老子今晚心情不好 想找个地方喝酒 竟然还是这样的名字 夏剑心里不由的一阵暗笑 这酒吧确实不小 就像奶司机说的一样 这小县城的消费水平 还真是不可小瞧 半圆形的吧台 几个漂亮的女调酒师 以魔术师一样 便弄着手里上下飞舞的调酒器 大厅里已坐了好多的人 有三三两两聘酒的 也有听着劲爆音乐 在哪里疯狂发泄的 夏剑往吧台前一坐 才发现 这藤县的美女还真不少 原来都跑这儿来了 先生 要喝点什么 一个穿着十分暴露的 女调酒师走了过来 他笑着问夏剑道 夏剑看了一眼他 把一张百人大钞 往他面前一推说 蓝色之链 先生是试链吧 不过没关系 我们这里什么样的女人 都有女调酒师说笑着 把哪张百人大钞 抓到手里甩了一下 夏剑冷冷地说 调好你的酒 废话最好是少说 女调酒师嘴巴扯动了两下 不过他心里再对夏剑按骂着 可嘴上还是没有发出声音 酒很快就送到了夏剑的手上 他刚喝了一口 便有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走了过 他妖艳地冲夏剑笑了笑说 能请我喝杯酒吗 夏剑抬头看了这女人一眼 冷声地说道 不行 女人小声地骂了一句 转身又去寻找她的下一个目标 夏剑一个人坐在哪里 一连喝了好几杯鸡尾酒 酒精在体内慢慢地挥散了她的能量 夏剑都有了点醉眼迷离 她是该找个地方去睡上一觉了 可她没有走 一直坐在哪里强撑着 这酒喝了一杯又一杯 好几个女人过来都搭讪她 可被她一一地拒绝了 直到酒吧里的人越走越少时 哪个女条酒师又凑了上来 他嬉笑道 这么多的美女 你竟然连一个都看不上 你这人的要求也太高了吧 不高 我就看上你 怎么样 今晚跟我走夏剑打着酒气 忽然嬉笑着对女条酒师说道 有点惊愕的女条酒师 没有想到夏剑忽然会这样说 她一时竟然不知所措 可就在这一时 夏剑却站起身子 摇摇晃晃地走了 女条酒师这才轻声地骂了一句 酒疯子 一出酒吧的门 本来是朝左一拐就出了巷子 可一阵尿急弄得夏剑 转身朝巷子里面走去 一到转角处 夏剑便有点迫不及待地 拉开了裤子上的拉链 对着墙角一阵狂涉 一种难以形容的舒服感 顿时袭上了心头 夏剑便十分享受地闭上了眼睛 忽然离她不远处 便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喊叫声 救命 你们这群臭流氓 别让我活着离开这儿 否则你们全死定了 哈哈哈哈 这小娘们够近 你也省省别喊了 那家伙她是不会过来的 如果她敢走进我们一步 我们就放了你 堵不堵一个男子大声地狂笑着 夏剑一听 酒醒了一半 她慌忙 睁开眼睛一看 其实就在她的鞋对面 站了四五个衣着怪异的年轻人 有一个长发披肩的女子 被这些人圈在了中间 昏暗的路灯下 这女子一边大喊 一边拳打脚踢 可她所做的这一切 对于这些人来说 几乎都是徒劳 美女 我劝你别喊了 各位会带去酒店 到时候叫你喊个够 一个身材高大 脑袋光光的男子嬉笑着 把手伸了过去 忽然她大叫一声 哎呀 你属狗的呀 既然敢咬老子的手 我剥了你的牙齿信不信 这要是在平时 夏剑早都冲上去了 可现在的她 心灰意冷 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 自身难保 她哪有精力 还去管别人的闲事 再说了 来这种地方的女人 有几个是洁身自好的 夏剑摇晃着身子 一把拉好了裤子上的拉链 转身就朝巷子外走去 你救救我 我今晚跟你走 哪女子撕心裂肺的大喊着 这要是换了别人 可能贪图美色 就算是自己能力再不羁 也会思考上一下 可夏剑想也不用想 直接抬脚走人 哈哈哈哈 你就叫别了 老子说了一会儿让你交够 可你偏偏不听 别看他站着撒尿 可我们兄弟往这儿一站 他不蹲着撒尿 就已经不错了 还企图他来救你 光头肆无忌惮地大笑着 一走出十多米的夏剑 忽然停止了脚步 这只混蛋骂我是女人 是可忍 孰不可忍 怒火在夏剑的心里 汹汹燃烧了起来 就算老子要明哲保身 可不能失去做人的底线 心中的大火 在酒精的作用下 越烧越旺 滚蛋 别站在这儿 坏了老子的好事 光头忽然冲夏剑喊了一句 紧接着便传来拿女人的一声尖叫 好像是这家伙动手了 夏剑一个旋风转身 这几个人根本就没有看清 等他们反应过来时 夏剑已站在了他们的面前 光头原本抓着奶女子伊林的手 这时松了开来 他冷声呵斥道 滚 否则叫你去见阎王爷 原本一枪无处发泄的怒火 被几杯酒压了下去 现在被这鸟人一击发 这怒火扑通一下就窜上脑门 还骂老子是女人 夏剑一想到这里 猛然抬起一脚 只听啪的一声 光头高大的身子 如同摔出去的一个臭鸡蛋 摔在了墙上 紧接着又爬在了地上 场上的形势变化得太快 以至于哪些人都没有反应过来 这电影上出现的画面 怎么就出现在了这儿 几秒钟过后 有人才喊了一声 弟兄们 甘死他 夏剑借着酒镜 出手非常的凶狠 招招都是致命的招 这些人岂能是他的对手 随着一声声的尖叫 巷子里顿时安静了下来 夏剑潇洒地摇了摇头 转身就走 奶女子如梦般惊醒了过来 她几步赶到夏剑身边 一把抓住夏剑的胳膊说 你带我走 今晚我属于你 走开 老子烦着礼 夏剑一把甩开女子的手 摇摇摆摆地出了巷子口 顺着大街走去 此时的大街上 已是空无一人 这女子小跑着追到夏剑身后 她一把扯住夏剑的衣服吼道 我不是哪种女人 你不能这样看我 神经病 你不是哪种女人 哪是什么女人 夏剑喷着酒气 生气地转过了身子 奶女子一看到夏剑的脸 忽然吃惊地 用手捂住了嘴 大街上的灯光很亮 夏剑这才看清 这女人确实漂亮 不但身材迷人 这脸也犹如满月 可以说楚楚动人 难怪哪些人对她下手 风一吹 这喝到肚子里的酒就折腾得更加厉害了 夏剑醉眼迷离地对奶女子说 你既然不是哪种女子 那就赶快走 否则我一会真动哪心思的话 你后悔也就来不及了 你不认识我呀 奶女子把捂在嘴上的手放了下来 夏剑一听 还真觉得这女子她在什么地方见过 可一时她也想不起来了 这可是在滕县 既不是在傅川市 也不是平都市 她凭什么认识她 难道救了她 她还想骗自己 一想到这里 夏剑便呵斥道 滚蛋 我认识你个屁 夏剑忽然爆粗 让这女子一时有点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就在这时 从她们刚出来的巷子口 涌出了十多个手持家当的年轻人 朝着她们冲了过来 夏剑虽然喝多了 但在这种情况下 她还是知道轻重的 她一把拉过这女子的手 拼命地狂奔了起来 刚开始还行 这女子跑得也不赖 可跑出了一段路后 她就开始上气不接下气 脚下自然也就跟不上来了 眼看哪些人越追越近 情急之下 夏剑一弯腰 便把这女子扛在了肩上 放开步子跑了起来 一百斤左右 对夏剑这个从小就生活在农村的人来说 并不是一件难事 她扛着这女子跑过了几条街 忽然一转身 就进了一条小巷子 她不敢大意 躲在巷子里观察了一下 见哪些人没有再追过来 她才把这女子从肩上放了下来 一阵狂奔 把喝到胃里的酒泉激发了出来 酒精猛烈地在夏剑的身体内横冲直撞着 晚上没有进过时的胃里 装得全是酒 这时的夏剑身子已站不稳了 迷糊中 她感到哪女子扶着她朝一个很远的地方走去 一步又一步 她仿佛永远都走不到尽头 一股凉凉且又舒服的感觉让夏剑睁开了眼睛 她这才发现自己坐在浴缸里 这是哪里 夏剑忽然想起了哪女人 还有哪条走不到尽头的小巷 难道自己是在做梦 而且还做了个美梦 夏剑猛地一回头 便看到了刚才的哪女人 人一激动 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汽车的喇叭声 还有熙熙攘攘的人流声 让夏剑从睡梦中惊了醒来 她睁开了双眼 努力地回味着梦中的情景 她不由的脸上露出了开心的微笑 忽然 她感觉到身边有个东西动了一下 她一惊 慌忙坐了起来 这才发现 身边不是什么东西 而是一个美丽的女人 怎么会这样 难道昨晚上所发生的一切 不是做梦 而是真的 夏剑惊愕地张大了嘴巴 自己不是说好 不睡人家吗 怎么出而反而 你醒啊 女人打着喝歉 笑着问夏剑 夏剑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 嗯 昨晚上喝多了 昨晚上喝多了 什么也不知道 没想到还是夏剑说到这里 欲言又止 她不好意思再往下说了 呵呵 你这人真有意思 我又没有追究你什么责任 这一切都是我自愿的 是我把你带到这酒店的女人 微微一笑说道 夏剑常出了一口气说 好吧 既然这样 我该走了 夏剑总觉得这是并不光彩 好像有一种负罪感 她真不知道 哪些跑出去真正找女人的男人 又是怎样的一个心态 还早 再睡会儿吧 昨晚你应该没有睡好 女人说着 有点不好意思地 把脸转到了一边 当夏剑再次醒来时 发现身边已是空无一人 她慌忙起了床 发现所有的衣服 都摆放在了床头 而且还叠得正正齐齐 看来这女人 还是个有心之人 夏剑穿好衣服 赶紧洗涮完毕 一看手表 我的个乖 都快十一点多钟了 她走到门口时 发现手把上挂了张纸条 她拿了过来 键上面写着 我有事先走了 房间我已经退了 人家会在十二点之前叫你 且 还真会算计 就不能让我再住上一晚 夏剑心里这样想着 便快步走出了酒店 大街上的气氛有点紧张 一辆辆的警车呼啸而过 就连驻地武警也行动了起来 有些地方竟然拉了警戒线 不让车辆和人通行 这是发生什么大事了 夏剑问站在他身边的 一位中年男人道 中年男人呵呵一笑说 全线严打 其实早该这样了 这些人不清理一下 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严打 夏剑犹豫了一下 转了个弯子 便朝董萱萱家里走去 刚一进大门 便看到 萧薇正在院子里娇花 娇花了 安姨夏剑老远就打着招呼 萧薇抬头一看是夏剑 她忙放下了手里的水壶笑道 你可来了 再不来轩轩又该找你去了 这些天对上事物 多走不开 否则她早都到武营镇了 萧薇说着 把夏剑让进了客厅 今天就你一个人在家呀 夏剑看了一眼空荡荡的客厅 不禁笑着问道 萧薇一边张握着给夏剑期茶 一边笑着说 萧薇刚接到紧急任务出勤去了 你董叔和一轩在工厂里 中午不回来 一会我给你做面吃 一听有面吃 夏剑心里不由得一喜 中午时分 夏剑刚吃完面 董萧轩便满头大汗地跑了进来 她一边脱着外套 一边连声喊道 妈 快点弄些吃得来 可饿死我了 当她一回头 看到夏剑坐在沙发上时 不由得一惊 你怎么来了 怎么 我不能来夏剑嘻笑着访问道 董萧萧呵呵一笑 她有点疲倦地往沙发上一靠 这才接着说 不是 有件事本来要找你去的 没想到自己竟然来了 所以我感到有点奇怪 哦 有事找我 什么事 快说吧 夏剑一听董萧萧有事找她 她便着急地问道 董萧萧长出了一口气说 你应该知道的 赵氏三前天晚上在五营镇被人给打了 打得有点重 现在已报到我们刑警队 由我负责行侦 这是我昨天上午才知道的 就不知你找我干什么 夏剑有点不解地问道 董萧萧看了夏剑一眼说 赵氏三怀疑 打她的人是你董萧萧说这话时 脸色一变 神情非常的严肃 这时 萧薇端了一碗面走了过来 她微微一笑说 吃饭吧 家里不谈工作 反正下号她也不会跑 阿姨说得对 你先吃饭 吃完了我跟你去你们队上夏剑说得十分坦然 俗话说为人不做亏心事 半夜敲门心不惊 这是本来就不是她做的 她有什么好怕的 董萧萧吃得很快 一吃完便穿好了警服 她冲夏剑淡淡一笑说 那就走吧 这是我也不相信是你干的 但这是程序问题 董萧萧开着车 把夏剑带到了腾县刑警队 为了避嫌 董萧萧安排了其他人 对夏剑进行了问话 夏剑是知无不言 把知道的全说了出来 出了刑警队 夏剑一看表 便直接去了县汽车站 董萧萧没有出来送她 这让夏剑心里十分的不爽 难道董萧萧真的认为 自己就是打赵十三的凶手了 其实她是不知道 就在她被问话时 董萧萧接到新的任务 又带别出警了 两个多小时的车程 夏剑在车上好好的睡了一觉 昨晚没有休息好的觉 让她全给补了过来 车子一到五银镇 夏剑便快步 朝百姓超市赶了过去 非常奇怪 就在她刚要下车时 她忽然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百姓超市门口 围了一大圈的人 其中七八个头发 黄黄的年轻小伙子 每人手里拿着一个木棒 领头的正是哪个 叫黄小牛的小子 你已经给你说得很清楚了 夏号她不可能 打你家老板贾丽娜 扯着嗓子喊道 黄小牛两只色迷迷的眼睛 紧盯着贾丽娜高挺的胸脯 她呵呵一笑说 你凭什么说 前天晚上她就根本没出门 除非你们两人睡一个被窝 如果不是 那就让我们进去找找 睡倒是睡在了一个被窝 可这种事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贾丽娜无论如何是说不出口的 她越是不说 哪些个黄毛越是起哄 场面十分的尴尬 别找了 我在这儿夏剑提高嗓子喊道 围观的人群哗啦一下 全把身子转了过来 黄小牛一惊 立马提着木棒 带着哪七八个黄毛围了上来 别胡闹 这是现行警队已立案侦查了 是非屈指自有攻断 你如果在剧中闹事 小心也被抓起去 夏剑一脸严肃地说道 不过他锁的可全是真的 黄小牛嘴巴一裂 我呸 老子已经是三进三出的人了 再多一次也算不了什么 今天我们就是想给十三哥报仇 就算是报仇 你们也不应该找我呀 去找打你们赵十三的人才是对的 夏剑耐着性子说道 黄小牛往夏剑身边附近了一步 他咬着牙说道 性下的没想到你也是个缩头乌龟 做事不够光明正大 竟然对十三哥下黑手打人呗 一转身就躲起来 让一个烂女人出来为你做挡箭牌 这个黄小牛别看人像个猴子一样 这嘴巴确实有点碎 他越说越不像话 夏剑一点忍耐已经没有了 被这种人当的众人如此属说 这口恶气 他夏剑可咽不下去 好了 我也不想在这里跟你啰嗦 你自己判断吧 只不过本人不怕事 别说你们只有七八个 就是七八十个我也不会躲 因为这是根本与我无关 夏剑斩钉截铁的说道 此时的他已做好了打一架的准备 黄小牛把脖子扭了两扭 忽然大喊一声 为十三哥报仇他的话音一落 便率先扔起木棒朝夏剑打过来 我认你个仙人 这一棒子真要是砸实了 就算不死 这辈子恐怕也站不起来了 夏剑心里按骂着 脚下轻轻一晃 便把身子挪了开来 黄小牛这一棒便打在了地上 打得是尘土四起 看来这家伙还真是拼上命了 在这种情况下 光防守是不够的 夏剑心里想 一不做二不休 和这种人根本就无理讲 能讲通的 只有先把他们放倒了再说 有了准备的夏剑 便展开了步子 一时间 百姓超市的门前 便上演了全武行 把他热闹的人 看得是各个目瞪口呆 随着几声惨叫 有三四个黄毛已躺在了地上 黄小牛一看 自己的人已折去大半 这小子眼珠一转 大声喊道 弟兄们 跟我来 黄小牛忽然转身 像疯了似的 冲上了百姓超市的台阶 等夏剑反应过来时 黄小牛手里的木棒 已砸在了超市门口的 一排橱柜玻璃 随着哗啦一声巨响 躺大的橱柜 已变成了一堆碎片 怒火在夏剑的心里呼的一下 便窜了上来 他大声骂道 砸肿 话音未落 夏剑一个剑步已跃上了台阶 等黄小牛觉察到时 他整个人的身子已被夏剑抓到手里 举过了头顶 不要 不要下号 贾丽娜撕心裂肺地大声喊叫着 可一切都晚了 黄小牛的身子就像一袋丢出去的面粉 噗通一声 在地上扬起了粉尘 围观的人半嗓了才发出了一声惊呼 黄小牛在地上滚了两下 就再也不能动了 哪些个黄毛全扑了上去 围着黄小牛大声地喊叫着他的名字 夏剑从人缝中 看到黄小牛脸色惨白 嘴角处挂着一缕血丝 完了 可能出人命了 夏剑一时傻到了哪里 忽然他被人推了一下 是贾丽娜 只听他小声地说 快跑 跑了别再回来 这里有我 意识到事态严重的夏剑 一个急转身 便很快就消失在了五银镇的街头 还算运气不错 他拦了一辆去滕县的货车 等上车了 他才暗问自己 为什么要去滕县 他忽然想起了这么一句话 小隐隐于野 大隐隐于事 或许他的做法是正确的 一到滕县 夏剑便直接去了 他昨天晚上住过的酒店 因为他动了点小心思 前台女服务员一听 夏剑要住他昨天晚上住过的房间 他便查了一下 结果这间房还好没人登记 夏剑一听便笑着说 哪着继续以昨天哪人的名字登记 我这边先把前店附上 不行啊先生 我们必须要身份证 才能登记的女服务员 有点认真地说道 夏剑脸色一遍说道 他有事过不来 让我先给他登记一下 身份证昨晚 你们不是检查过了吗 这是有这么难办吗 夏剑的声音很高 你服务看了一眼夏剑 有点怕怕的说 拿好吧 我先登记下来 不过等他过来了 还是把身份证 给我们再确认一下 哎 这就对了吗 办事情有灵活一点 这滕县的酒店又不是你们一家 夏剑说完 一把拿过房卡便进了电梯 他悬着的一颗心这才放了下来 他要以昨晚拿女人的名字 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 回到房间洗了个澡 让自己先好好的冷静了一下 他便出了酒店 找了个面馆要了碗炒面 先把杜勒安顿下来了再说 吃饱后 夏剑本想去趟董萱萱家里 一想觉得不妥 他现在可是负罪之人 人家董萱萱又是抓他的人 这去了不是给人家难为吗 傅川氏的事情还没有摆平 现在又野了个黄小牛事件 看来他这辈子也就这么毁了 夏剑一个人走在滕县的大街上 现在的他确实是心灰意冷 他就弄不懂了 是生活喜欢和他开玩笑 还是他这人哪里有问题 大街上的人越来越少 眼看都快十一点钟了 他才钻进了一家即将关门的电话吧 老板看了夏剑一眼 有点不爽地说 打快点 马上下班了 夏剑拨通了百姓超市的电话 好一会儿才听到贾丽娜气气的声音 喂 你找谁 我是夏浩 奶人什么情况 夏剑看了一眼外边 小声地问道 贾丽娜一听是夏剑 她有点激动地说 黄小牛没事了 她醒了过来 不过受伤不清 派出所到处在找你 我给人家拿了一药费 估计这是没多大问题 夏剑一听 悬到嗓子口的一颗心 这才放了下来 只要人没事 她就问题不大 她忙对贾丽娜说 来就好 赶快找人把橱柜装起来 我先有腾线躲上一段时间再说 你要防秦东升这人 明白吗 明白 不过你每天这个时候 要给我打个电话 我家里的电话没有户口 他们根本查不到 贾丽娜在电话里 有点担心夏剑的说道 各位听众老爷 本频道为连载故事集 预知后事如何 请按照章节顺序 开启下一章 让我们继续精彩故事 欢迎订阅 这个时候 已经消失了 录丽娜